台灣近日爆出多宗長期服用中藥 導致原中毒的案件 食中藥吃到腦神經受損這麼恐怖? 那以後還應不應該養生呢? 其實今次的案件 台灣方面就懷疑是無良的醫師自製藥粉 將豬砂和玄丹這兩種禁藥 滲入其中 無論豬砂或是玄丹 它們差不多都有安神 清熱解毒的功效 豬砂用藥的毒特性 一般傳統上都是用來散劑 禁忌不可以用豬砂當作煲藥煲 因為如果你用高溫煮的豬砂 它會在高溫的情況下 釋出一些游離的水銀 這些游離的水銀 是可以給身體吸收 嚴重或是可以引起水銀中毒 其實玄丹是外用的藥物 豬砂在香港亦都被列為毒性中藥 在中性藥中已經見不到它的蹤影了 因為像燈芯草、福神、酸造人 這類的草藥已經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 那同類的事件會不會在香港發生呢? 看到紅色的粉末 是不是就應該避之側吉? 醫生就說 現在香港的中醫配藥方法 可以分為醫師開藥方、病人照單執藥 以及處方濃縮藥粉或中性藥 兩者都有嚴格的監管 如果說這些中藥的飲品 大概在2015年的時候 衛生署驗了超過1000種市面上的中藥 進行抽查 沒有一種在煲完之後 會釋放出重金屬超標的 大部分現在用的濃縮中藥的廠 其實都有GMP認證 也就是說它們出產的產品 一定已經符合了微生物 也都符合了重金屬的要求 才可以在香港的市面上售賣 所以飲用粉劑或軟劑的時候 應該要留意包裝上 是不是有中性藥註冊編號 至於自行煲藥 醫生就說要注意以下兩點 其實衛生署驗得很仔細 除了原藥材驗 它們會將每一種藥 就算它在草藥裡面超過標 它們會再用水去煲 煲完出來的水 發現原來很多重金屬 沒有辦法煲 融入了水裡面 飲用中藥 如果最安全的情況 就是說隔了渣 只是喝過中藥的藥液 然後渣就不要要了 理由是因為以前很多煲 可能是有鐵 我們很擔心 割量的金屬 煲的時候 高溫情況下 跟藥會產生化學的反應 雖然有些人也懷疑 很多不鏽鋼的煲 已經沒有了這種擔心 但只不過我們中醫界 普遍仍是認為 如果用傳統的瓦煲 是比較安全的 慢性原中毒的表徵不明顯 通常病人出現多種症狀 例如機性 脾氣 智力變差 甚至經常腹射嘔吐 沒有胃口 入院抽血才會發現 要預防原中毒 當然是要避免接觸 日常生活之中 採飾顏料 或是比較容易接觸到圓的途徑 所以五顏六色的餐具 或者玩具 都要小心購買 如果你說輕量 又要說有甚麼食物 去幫助到 第一就是 鐵質要足夠 維他命C要足夠 甚至鈣質要足夠 因為原來這些元素要足夠 它可以減低這個 元在身體裡面 黏在其他細胞的能力 更有趣的是 其實現在這幾年發現 原來吃這個蒜頭 其實原來可以加速 這個元在身體中排走 各位讀者 你好 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 你們沒有關典 我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不是可以 拍照自己的 藍波瓶 然後是 支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